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口腔内牙齿减出率为96.7% 牙齦出血减出率为87% 老年人牙齿不齐 牙齿缺失 曲齿 松动等问题也降为多发 虽然现在大家都会每天刷牙 但一些细节不注意 其实对口腔的影响也很大 以后关于刷牙的9个误区 你中了几个 01 一天只要刷一次牙 答案 建议早晚个一次不少人以为只要早上起来刷一次牙就可以了 然而 在数小时之内 口腔内的细菌会侵占牙齿和牙吟 十几个小时之后开始造成损伤 紧接着 蛀牙 牙吟盐 口臭等等都会踏浪而来 如果晚上再不刷牙 就无法维持口腔内的环境 牙齿迟早也会掉光 02 刷牙怎么刷都可以 答案 正确刷法是上下刷牙齿是身体最坚固的部位 但刷牙方法不对 也会让牙齿受到伤害 引发一系列口腔问题 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横着刷 使劲刷 以为这样才能彻底清洁口腔 预防蛀牙 实际上 正确的刷牙方法是 上下刷 刷上牙时向下刷 刷下牙时向上刷 牙齿的内外面和咬合面都要刷到 可以反复来回几次刷 但要记得刷牙动作轻柔 不要用力过猛 03 刷牙时间越长越好 答案 2 3分钟就好了 很多人认为 刷牙时间越长 去除的牙构会越少 然而研究发现 当人们刷牙时间超过2分钟 它们并没有去掉更多的牙构 当然 为了完成任务 随便两下子刷完牙 也不能达到清洁牙齿的效果 反而日后还会出现烂牙的可能 刷牙时要控制时间长短 一般2-3分钟刚刚好 04 直接用冷水来刷牙 答案 建议温水冷水热水都不利于牙齿健康 牙髓神经比较敏感 当受到冷热刺激时 会出现阴激反应 长期如此 容易让牙本质变得敏感 出现牙齿酸痛 牙吟出血等症状 温水刷牙能让牙膏中的摩擦剂发挥作用 更利于清洁和保护牙齿 05 饭后立即刷牙 答案 1-2小时后 在刷牙饭后 大量的酸性食物恢复着在牙齿上 使牙齿表面的牙发狼质软化 甚至于牙齿轴层中的钙 磷分子发生反应 将钙 磷分离出来 牙齿变得软而脆 如果吃完饭立即刷牙 会破坏牙发狼质 损害牙齿健康 所以 吃完饭后 可以先用水漱口 帮助清洁口腔 中和食物的酸性 加快牙齿钙质的恢复 等过了1-2小时后再刷牙即可 06 刷牙 就要用最贵的牙膏 答案 不必追求价格超市里的牙膏 价格一个比一个高 3-50块一只的比比皆是 其实牙膏的主要成分是大同小异 一般都是摩擦剂 去购剂 泡沫剂等东西 起到去除细菌的作用 而价格的差别 主要来自品牌的附加功能 比如纸屑 美白 抗过敏 想要牙齿健康 最重要的不是选哪个价位的牙膏 而是是否认真 正确刷牙 07 刷牙前牙膏不能沾水 答案 沾一沾更好一般来说 牙膏沾水后泡沫更加丰富 更有助于清洁牙齿 这是因为牙膏在嘴里溶解 起泡 都需要水 虽然嘴里有口水 但对一些比较敏感的人来说 牙膏会吸走嘴里那点仅有的口水 可能会感到瑟瑟的 甚至会掉皮 所以牙膏沾点水也挺好的 08 刷牙只顾刷牙齿 答案 舌头也要刷 我们的舌头表面并不是光滑的 它是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除了有700多种细菌 还有脱落的上皮细胞 伸出的白细胞 食物残渣和唾液 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事实 舌头是一个巨大的细菌培养机 刷牙时刷舌头 可以缓解口臭 预防口腔疾病 提高味觉 09 牙刷只要没坏就不换 答案 三个月就换一次牙刷用久了 刷毛底不可能会滞留一些牙膏和食物的残渣碎线 上面往往布满大量的细菌群 因此牙刷要定期更换 最好三个月就换一次 不要因为牙刷没坏就舍不得扔 值得注意的是 挑选牙刷时 牙刷刷毛最好是软硬适中 过硬的刷毛容易伤害牙龈 牙体或软的又很难 彻底清洁食物残渣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